新型冠状病毒 为海外归国人员 为州新增177例确诊 稍后带来详细报道 目前全澳的活跃病例为2096例 2078例为轻中度病例 18例为重度病例 澳洲疫情动态 自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来 过去24小时全球新增病例再次刷新记录 达到23万0370例 其中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新增病例数最多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70万例确诊病例 56.6万人死亡 维州新冠病例持续激增 墨尔本过去一周新增了1000多个新病例 周六新增216例 周日新增273例 并共计新增两例死亡病例 联邦政府已向该州再派遣 1000名国防军和联邦公务人员以帮助控制疫情 目前各州与领地都已对维州关闭边境 该州即日新增177例确诊 这是维州三天以来首次确诊病例数低于200例 新增的病例中25例与已知病例相关 一例为酒店隔离人士 还有151例正在调查中 目前维州确诊病例数超过新州 达3976例 活跃病例1612例 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人数上升至72人 其中17人位于重症监护中 全澳新冠病例总数即将突破1万人 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表示 他对今天的新增病例数感到乐观 但维州的疫情可能尚未达到顶峰 今天本应是维州学校第三学期开学的日子 实施封锁的墨尔本和米切尔郡的 大多数学生假期延长一周 从下周起将开始为期六周的在家远程学习 而11年级和12年级 以及专科学校的学生们则多获得一周假期 之后仍要回到学校去学习 大墨尔本地区与米切尔郡的残障学生 和重要岗位员工子女也可以正常上学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 这对家长们来说 的确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但我们别无选择 在新州今日新增病例中 有8例与悉尼西南的Casular区的 Crossroads Hotel酒吧病例群体有关 这使得与该群体有关的病例 升至21例 超过1000人被要求接受检测 并自我隔离 由于其中一名确诊病例 在7月4日9日和10日前往过Picton酒店 该酒店被关闭 进行消毒清洁 当局敦促所有于7月3日至7月10日间 曾到过酒店或酒吧的顾客 和工作人员接受检测 并且即便结果为阴性 也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酒店附近的Casular Planet Fitness 一名会员也确诊 目前该健身房已经关闭 进行全面深度消毒 所有员工和会员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 另外 悉尼The Star Casino 确认一名本月光顾赌场的顾客确诊 赌场发表声明称 该顾客于7月4日晚上 7点30分至10点30分之间 在赌场逗留 由于赌场每天都清洁 因此并未关闭 新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警告 如果企业和顾客不遵守社交距离 就要加强疫情限制措施 澳大利亚全国内阁上周五 7月10日决定将每周入境人数 从约6500人减少至约4000人 以减轻隔离酒店的压力 此前一直对反澳旅客免费隔离的 新州政府宣布 从昨晚11点59分之后 购买反澳机票的人需要支付酒店隔离费用 收费标准为 成年人每人3000澳元 额外的成年人每人1000澳元 额外的3岁以上孩子每人500澳元 3岁以下儿童无额外费用 目前计划反澳的海外澳大利亚公民 和永久居民返家之路南上加南 除了澳大利亚实施入境人数限制 机票也异常难买 有原本购买了经济舱机票的反澳人士表示 由于澳大利亚的入境人数限制 航空公司不得不减少载客量 为了增加收入 航空公司要求乘客将机票升级为商务舱 否则就要取消他们的机票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在向约500万低收入的 澳大利亚人每人一次性补助750澳元 今年稍早 660万人曾收到750澳元的补助 这其中约500万人有资格领取这第二次补助 有资格领取第二次补助的人士包括 养老金领取者 伤残抚恤金领取者 丧亲津贴领取者 退伍军人养老金领取者 退伍军人收入补助领取者 享受家庭税收福利金人士 联邦老人医保卡持有人 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持有人 这笔补助无需申请 并将从今天起到本月底自动发放 这笔钱共计约38亿澳元 领取青年津贴和Job Seeker福利金的人们 此前领取过750澳元补助 此次将不能领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